今天鬼叔给大家带来的是美国犯罪电影《造语人》 该篇改变自美国作家约翰·格里沙姆的同名小说 讲述了鲁迪·贝勒从法学院毕业之后遇上了行业的恶行竞争 然而他坚持自己的信仰 与搭档鲁迪一起帮助几位当事人打赢官司的故事 故事开始 开始即将毕业的男主是一名法律系的学生 没有背景的男主只能通过酒馆的朋友介绍工作 随后男主便来到了一家律师事务所 老板给男主介绍了矮胖子 并称矮胖子就是以后与他共事的人 矮胖子是个考了很多次都没能通过律师考试拿到执照的人 但是他身经百战 这也就弥补了男主出入行业没有经验的缺陷 随后矮胖子便带着男主来到医院的病房中 四处寻找需要代理律师的病人 可是这样平静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 涉嫌违法的老板便被查封了律师事务所 眼看着没有了饭碗 矮胖子便和男主决定开一家事务所 男主的手上目前有两件案子 一件是老妇人想要将自己百万遗产交给电视明星 但是经过男主的调查发现 老妇人只有四万美元的家产 但是这并不影响作为新人律师的男主工作 老妇人也对面前的男主很有好感 并且爽快地将自己多余的房屋租给了他 另一件案子是卷发女给她的儿子买了一份保险 但是当儿子身患白血病 想要让保险公司提供费用治疗时 保险公司却找了各种借口 拖欠了儿子的医药费用 这样就让儿子的病情一直拖延至今 期间保险公司还选择私下与男主和解 想要用金钱收买男主 但是看着身陷痛苦的卷发女与他的儿子 男主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拒绝 即使面对的是保险公司高薪聘请 早已在行业中摸爬滚打数年的律师 男主也绝不妥协 与其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没有经验的男主 初次接触便是这样棘手的案件 让他有些应付不过来 对方的律师也想尽办法阻挠男主调查取证 多亏有经验老道的矮胖子将这一切都一一化解 等到他们因为找到足够的证据而欣喜不已时 却被对方的律师诬陷 这些证据都是窃取而来的 手足无措的男主找到了之前的老板 在老板的一番话语中 男主也好像梦中人一般惊醒 之后的官司中 男主成功地反败为胜 保险公司也得到了惩罚 被法庭宣判 赔偿卷发女高额的费用 虽然最后保险公司申请破产 没有让卷发女得到这笔钱 但是男主却因此而名声大噪 该篇以一个律师的三官告诉我们 要相信梦想 坚持信念 更重要的是黑白分明 不忘初心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感谢观看